下一週會講庫務 請公務弟兄配合來做簽證 這個先期就不可以叫我 再來就是庫務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無事組的過程中 也無事很多年輕人 但是啊我發現就是說 就著我們來說 我因為我們都年輕的時候 我姊妹是全家愛主 那我來說我是高中得救 但是我很感謝主席保守 其實我學生時代就讀了這個信息 就跟那個永興群群是一樣的 這個那我發現姊妹也是 那時候都不是這麼厚的信息 都是很勃勃勃勃 香港教會輸出來了 那我們就讀這個信息 所以我們在年輕時代未分的時候 就已經讀了這個信息 所以我們就得了這個幫助 那我們在很多婚姻的事上 還有在對孩子的事上還這樣的時候 我們觀念是一致的 為什麼 我們一個態度說 聖經怎麼說 前面聽說怎麼教導 我們就盡力了這樣來學習 所以我們要在座的 譬如說在座的年輕人 他們就說真的 如果我們以後就是有面臨 我們要結婚以後 他們這個家庭實在是 你是在婚前 就有真的 有這些的原則的幫助 對你是極大的保守 那以後這個婚姻的難處就會減少 那就 你家裡的難處減少 當然你這個家就蒙神住 那也是教會的住 我一個感觸就是說 你這樣不是很婚姻 其實花在教會中 我們處理關於婚姻 還有這個衍生的問題 其實花很多時間 我發現說 就覺得說 很多事情 很多的該學習的 因為沒有認識 沒有學習 所以夫妻也出問題 夫妻出問題 家庭就出問題 家庭出問題 兒女就出問題 這個就 都該扮合適的角度 都沒有 都沒有一個合適的情形 那我要說 我們的態度說 我們得救以後 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那上一週不是說嗎 你一定用來講一下 我們要學起一件事 接受聖經的斷案 聖經怎麼說 我們就照這個 我們就是這個態度 所以我們在觀念上是一致的 那我要說我們這樣的 所以我們在婚姻上 沒有碰到什麼難處 那孩子也長在這個家裡 孩子也得幫助 所以 你看 我就說 我很感謝主導 孩子結婚以後 沒有給我 沒有給我們這父母的 什麼大的困擾 沒有 為什麼 他們也有這個觀念 他們在捲捲的婚姻身上 我發現說 兩個女兒 就兩個女兒 就是我們的後代 我罷不得他們婚姻也是幸福的啊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說 做父母的有些也會影響到你的孩子 那你的孩子以後 婚姻幸福 他一樣 他這個就是說 他這個就 好的影響 那這個 對於教會 對他們的家裡 對於教會 幫助是很大 其實 家庭起難處 也就是 成為教會的難處 我們盼盼在座的齁 所以年輕人 好不好 我們就 在婚前 我們還有機會 需要 這個 提一聽是一回事啦 我是勸你們 就這些好好的 無過 就像詠心 其實我也是這樣 我們就好好的 在座面前 稍微核都貴 就這婚姻的事情啊 就是 要冷靜 你一定說是要冷靜 你 不要 一碰到 這個 一落在感情裡面 就熱起來 熱了就昏頭了 被充分的頭 那這個 這個 如果在主人面前 沒有好好的考量過 以後會增加婚姻的難處啦 那我們在座的 還有一般人 就是我們做父母的 其實 都已經有婚姻了 那不用說了 沒有錯誤的婚姻 只有沒有經營的婚姻 清楚嗎 沒有 這個 外方人婚姻跳進去了 他是可以再跳出來的 好像人也不會說什麼 甚至 結婚四個月 不合 不合我們就有理亂 這個 世人是看為稀鬆平常的事 但我們基督徒 我們要說 希伯賴斯 那你說 婚姻人人都當尊重 所以一站跳進婚姻 就沒有 就不要後悔啦 跳進去的 就 要持久 這個 不能跳出來 所以這個 不能再跳出來 你一跳出來就是 你一跳出來 跳不出來 我跟你講 基督要跳出來 不是跳不出來 是可以跳出來 不能 你也會知道 後面會有極大的難處 對 後面會有極大的難處 如果有孩子了 你要知道 孩子看到我們父母是離異的 你要給孩子的 那個心目中的情景 那個影響多大 對 那我也要說 錯誤的父母 我也發現說很負面的 你的父母 這個爸爸有婚外情 我還看到兒女也是 也是發生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爸爸是這樣 上娘不正下郎 所以這個 對啊 上娘不正下郎 他這個就很自然 你覺得這樣 世代的潮流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弟兄姊妹 我是說 前一篇就講到婚姻 我是說在座有很多的父老 我們要學習一件 聖經是講 聖經或保羅講婚姻是講得清清楚楚 各種的情形 我怕 我怕在這裡也欠我們 我們在座已經結婚了 就 因為 我們 可能有時候 我們還要服侍到年輕人 所以我們對婚姻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 照著我們所想像來無視 會出問題 我們一定要照著聖經的斷案 聖經所說的 這樣的原則 聖經怎麼說 我們就這樣來操練 這一篇就說到責配 就想到靈魂體 其實很重要就是 靈這一部分 要做一個奉獻的人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這一圈青年的弟兄姊妹 就是說 要學以做一個愛主 而且是一個奉獻的人 你就學習 這裡就要提到一個點 什麼叫奉獻的人 就是說 我願意把我的婚姻交給主 對不對 交給主 所以在年輕人在尋求婚姻 現在很多人都 都是 先看上了 那就來往 他們就來往了 吵嘴的 吵嘴就婚嘛 所以我承服四個年輕人 這個吵完了 不行 就在另一個 另一個又吵完了 又第三個 我說 我說以後不要再 這個 為什麼 態度上他不是一個奉獻的人 他跟世人就沒有兩樣 所以說我們看到愛主的弟兄姊妹 其實我們都會幫助他們一點 我們學習要把我們的婚姻交給主 我是說保守的情形 弟兄 到了四分年齡 有結婚的需要 這不是罪 不是什麼問題 是 那我就要懂得一件事 在教育中 尋求第三者的交通 阿 也就是說 可能是 你覺得可以交通的 他可以幫助你的 你就向他敞開 對不對 姊妹妹也是一樣 姊妹有時候看到弟兄 也沒有不可 但是總是尋求交通 不要直接去 直接去touching 然後這個 你碰到有什麼問題啊 沒有緩衝的一地啊 通常就出了問題 就觸交了 我的婚姻 我跟姊妹的婚姻 是這樣被幫助的 所以 我們就在幫助年輕人 這個幫助我們的 內長是不是說 幫助我們婚姻 他幫助一件事 幫助我們是 結婚不是阻礙的 阻礙的小窩 而是叫你們這個家打開 愛主 舒奉 他幫助我們是這一點 所以我們在幫助很多年輕人 其實就是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 如果大家能夠 願意做一個奉獻的人 能夠有這樣的交通 基本上 在婚姻上 不會出什麼問題 我要說 我們幫助了十幾 十幾二十隊 到現在 沒有一隊 我今天有什麼問題 我發現都是活在交易中 交易中不是啊 清楚嗎 所以 弟兄姊妹 或者在座的年輕人 這樣這個 這個 信息是很長喔 但最後那一段 第一段是說到 折配的重要 第二段是講到 折配的條件 第三個 必須注意折配 你要這一段話 你好好讀一讀 他就說到 注意很多的點 你要去寫一寫 把他寫下來 我覺得 如果經過這個過程 我們在婚姻上 就會猛保守